上半场的最终结果已经产生 让我们恭喜 等一下就回家 Kiso 莫梭 三位成为场舞台预备成员 请三位回到舞台 我就希望 Kipper 小酷 尤其是小酷 啥的把你赢回来 当时加龙哥问我想取得什么名词 我说努巴利挣个第二也不错 然后就挣第二了 挺好的 今天有点超长发挥吧 还是谢谢大家 首先我就想谢谢盖哥 这次舞台是我就是到这来 就是演的最爽的一次舞台 然后想给兄弟们 姐妹们 反正我等你们回来 你加油 别灰心 今天我觉得就保持自己的这种腔调和天赋吧 把自己变成是那一个立得住的时尚 让别人来学你那是对的 我觉得能够帮助莫梭 今天我还是挺满意的 我希望在未来的路上莫梭 不要有任何的犹豫 拿出你百分之百的信心和力量 和你的信念和努力 努力才会收获好吗 我跟他们讲就是台上就是你们 你们就要觉得自己是往是后 让台下人知道我今天站在这里 我就是主角 左边看着导师嘉宾们 在看他们确实是完全的截然不同的一种味道跟斗志 所以我希望他们除了拿出豆子之外 也可以自己去创造也好 扶持也好 然后去做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作品 那新人们可能就是对这方面还没有炉火纯青 就是声音掌控没有那么纯熟 不过这确实一个 这中间让你学习 让你检视自己过程的机会 影响最深的是李佳龙 他们那场特别炸 而且就是有中国风的一个融合 杨和苏的那一场让我很深刻 有一段快嘴 我就觉得很帅很酷 盖的那场表演 特别能带动我们观众的感觉 氛围特别好 Piso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他是看起来比较不起眼的一个人 但是在舞台之上 他居然很稳 让人觉得对比还是比较强烈的 还是希望能有一些这种真实的 搭配的一些新人 能够带来真实的一种搭配的一种感觉 想练练押运吗 要不要一直来 来吧 好的 我先来 不负热爱 充满期待 火力全开 新潮好物全都爱 来宫京都不等待 可以不错 我 耶 少年五位 打气加油唱不停 爱奇艺自治 忧酸乳少年说唱企划 第四次公演 下半场正式开始 下半场为首位赛 排名四到八名的五位说唱新人进入上半区 排名九到十二名的四类说唱新人进入下半区 由下半区的说唱新人向上半区的说唱新人发起挑战进行1v1battle 挑战失败则暂时离开舞台 挑战成功 可进入上半区 被挑战者暂时离开舞台 注意 上半区的说唱新人只可被挑战一次 由下半区进入上半区的说唱新人 还允许被挑战一次 四轮过后留在上半区的说唱新人 可以继续留在场排 首位赛由71位大众评审 BOSS团 说唱导师团 打气加油团 共同投票 每人每轮拥有一票 针对1v1battle舞台 做出二选一投票 直接挑战没有什么第二机会 对 做回首歌 内心还是非常的坦白 哪位选手就挑到我了 我就蓝牌能碰碰 虽然第一轮我没有能直接晋级 但是我对自己的单独 还是挺有信心的 我觉得是时候 要把鸭香宝最强的那一首拿出来 因为有可能就是在你们这个舞台的 最后一首歌 大家加油吧 我觉得私底下你们平常相互 都肯定是好兄弟 好朋友 好姐妹或怎么样 但是我真的希望你们拿出那种 饥饿感 撕咬感 对 就是是你的 我一定要强做 对 我一直在强调 我觉得Rap Star 是不可替代的 只要你给我们看到你越多的 不可替代性 就越有可能获得我们的一票 加油吧 好 现在我要有请在上半场中排名最后一位的小酷来到舞台 老师们好 大家好 我还是很感谢这次机会能跟苏哥一起合作 然后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成绩也不应该是刚刚那样 所以后面我会把它赢回来的 谢谢 好的 小酷选择权在你手中 你想要向哪一位发起挑战 因为之前我们也会自己商量要谁选谁 然后山羊他说要选我 所以我选山羊 山羊 山羊 山羊的样拿的还挺稳 我先说吧 其实如果我也会选你 不为别的 我借用盖哥一句话 我就嫉妒他比我长得帅 在我心里我觉得山羊更帅一点 我觉得你长得挺帅的 这首歌不算是我的 以往你们就是认为的我的风格 所以是一首情歌 然后希望大家能跟我互动起来 谢谢 这首歌就是我的风格 希望大家能跟我一起玩起来 谢谢